在这边呢,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 台湾银行提供的 公教员工购物竹槽优利贷2.0号 它的有效期间是2022年的1月1号 到2024年的16月31号 那最高的层数是8.5层 年利率是1.81 最长的贷款年限是30年 但是呢,你要贷之前呢,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说看这些相关的特色以外呢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先估算你自己的房子 咱家跟银行贷款,你可以用这个程式 来去估算你的房子,典利局估算 然后你要告诉他你是你的职业 你是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,首购族 然后呢,假设我选的是 新北市的 板桥区 然后我把我的地址打给他 远通路 72-88号 然后呢,它是什么类型的房子 是住宅大楼 然后有几层?27层 然后呢,我买的是第6层 买第6层 然后屋林呢,现在是0年,还没半年 所在楼层数是6楼 屏数没有达好 屏数的话呢,是你买的屏数 屏数是24屏 小房子 24屏 小房子 这样子 零屋林 没半年,还没满半年 OK 所在楼层数是6楼的 然后车位呢,可能是平面式的 然后坡到平面一个 有没有 那根据这样的资料呢 你可以透过台云 去那个银行帮你去试算一下 看你能带多少钱 好,那么把点立即估算 让它去算 你的 那个 钱 阅读 资料 简讯 透过这个有没有,试算的 他就要帮你算了一下 估算了一下,有没有 有没有 因为资料不足,所以你要去 怎样,房贷赚源去帮你算 所以要注意到 你不是带上每一个就能算 你还找的 贱案有没有 你要看 他去帮你看 可以才可以算 可以才可以算